好,接著要做一些敲擊的 應該說敲到的小凹坑跟破碎等等的東西 所以我加一個Fear Layer Damage 然後顏色近乎是黑色 沒有Normal,沒有這個 他的Raveney是更消光 因為這個小凹洞,所以我會更消 然後 這個大概0.06好了 607 就有點 多一點點 那Black Mask 等一下,不是這裡 這裡 好,加個Black Mask 那 再把它Cypher 就這個邏輯大概都一樣 Black Mask,Cypher 然後 開始找圖 好,這大概你要先去看過那些圖是什麼東西 才 知道 會用什麼 好,其實這張有一點 就對,就是生成這個樣子的呃呃呈現 好,那 那 會形成這樣以後 其實 就這樣看一下就知道了 會變這樣 那 我們想要消掉灰色 那個灰色應該都不要 小斑點也不要,所以再加個Label 啊 邏輯應該很 單純就是 大概都會幹這種事情 我只要一些小斑點在上面就好 OK 那就會形成這樣 一些 呃 比較髒髒的小點點在表面上面 欸,我的High沒射到 好 嗯 鋪起一些些的 比較堅硬的小雜質 欸,你要弄成凹也可以 這個倒是 好 看你喜歡什麼樣的呈現感 好 現在這是凹 那 凸有凸的呈現感 凹有凹的呈現感 好 這,這個部分沒有一定要 呈現什麼樣子 那 那 然後 這張Grunge 呃 sharing 呃,一樣按Random 可以改變 這些 呃 更硬的結晶實體 的 所在位置 好 那要不要變這麼黑 又可以再調整 這裡位置就不好 這個東西不要出現在凹槽裡面 好 那 就可以點點點點點點 多看看 什麼樣子的呈現 欸,這樣OK 我就留這個樣子 呃 要避免有接縫 所以 triplan再打開 重新Random一下 呃 好 OK 呃,這個是 呃 損毀的這層 好 那 這個上面直接 我們就直接再加 FearLayer 就是 這個要做裂縫 好,要做裂縫 那裂縫也一樣 就是 反正裂縫基本上 本身顏色就黑了啦 好 直接脫去黑色 然後 呃 既然是裂縫 所以 欸,等一下這裡 關掉,關掉 沒什麼Rubness 反光也不強 好 那 凹凸程度就 手動來調 這個就不一定 到時候再來看 先設個 負 負的0.075 先設一個這個 好 那Black Mask上 好 那這裡面呢 我可以就集中選擇啦 我可以放 剛剛那一張圖 好,所以把圖叫進來 Add Resource 在桌面 把這張圖塞進來 當作 Texture 放在 Project裡面 Import 這張 我可以放這張 好 就是Black Mask裡面 放個Fear 然後放這張 是一個方式 只是這張呢 有它的缺點 就是 你看到它 它看起來就是一個 呃 比較 說真的不像石頭裂縫 好 有點 有點缺陷 好 那 除了這張以外 呃 其實也有 很像很像的圖可以用 很像很像的圖可以用 就是在Grunge裡面 有那個大理石文的 好 MAR還是MAR MAR MAR MARB 欸 不要打Grunge 直接MARB 就好 這種 有一些 這種 可以用 好 但一樣它破碎的 有一點 呃 誇張 那 MARBEL FINE 或者是MARBEL WIDE 可能可以用 那前面這幾張就不能用 大概就這張 這張 這張 可以決定要用哪一張 那如果我用MARBEL FINE 看起來是好一點 好 就是 可能適度的 好一些些啦 那再加上TRIPLAN 好 那去調整一下這一個 好 強度 對比度 然後它有Noise的 變動比率 那這張 一樣要用的時候也是要小心的 這個是 MARBEL 這不能開 它開了以後會向旁邊暈染 暈染 就是那個 大理石裡面那個文理是 暈開了一樣 你看這個那個這個數值完全不能開 甚至於 如果它對比度還不夠強 像 又出現一些不太好的 我還得再開 那個LEVEL 強化掉 好 強 破壞 再強化一次 它的這個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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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應該是要再開 那SCALE這邊稍微調一下 你不要呃 不要睡得那麼誇張 大概1.8 看看 1.8好像可以 加個LEVEL 啊 LEVEL 那個這個這個文理不太好的原因 另一個原因是這裡 這一款 這一款 因為它畢竟是 MARBEL文理 所以 即使你拿它來當裂縫會出現 就它的粗細的均勻度會造成這種問題 好 那 我去亂數選還不一定能夠解決掉 好總之 它還不是一個一定能夠用的 但 我們現在也只能先用 類似 至少它看起來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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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至少它看起來還 還OK 也許 rotation 加一下 嗯 好一點 看看有沒有在哪裡有問題 像這個繞繞繞繞繞其實不好 可是 欸對 現在沒辦法只能暫時用 這個地方不太好 好 先不管了 暫時使用 好 因為 呃 目前 找不到適當一點的 呃 這種圖 文理 因為 除非你找得到那個 呃 就是 程序式生成的這種破 那種裂縫 不然你就很難找到 適用的這種圖 好 那但是 我們還是可以再 讓它的這個 有些再破壞一次 所以再疊一個 剛剛那個 moisture 再來 這張 再疊進來 然後再用subtractor 再減 好 欸 減太多了 因為 我現在的那個 裂縫 少了一點 所以這個下去 好 呃 這個level 可能先關掉一下 看一下 嗯 level 把它搬到上面來 重調 好 就是用這層 破壞掉這層的均勻度 然後 重新調一次level 看一下 呃 還可以再列更多一點 好 ok 那這個細節可能現在 我不調到那樣子 因為 再來 再進來一點 ok 好 那 欸 可以可以可以 還可以 就是這個裂縫不會裂得太誇張 也不會太少 呃 還要再調一下 好 ok 那 所以這樣就差不多 呃 該有的這些 裂縫進來 那剩最後一個 我說過這符文是發光的 那我上次是用手動畫 我上次是用手動畫 對不對 好 那手動畫的話呢 當然可以 我可以去開個 paint 然後開始畫 emission 先把emission加進來 現在這個沒有發光 所以我要 加emission進來 好 那emission進來以後 再加fear layer 這個叫emission 好 發光 欸多打了一個amp 好 emission發光 那發光這層就簡單了 因為 其實你只要 欸 留下發光就好了 留下光 發光 然後 要發什麼顏色的光 先設定一下 那設是這個顏色好了 呃 好這樣 然後 我就可以去直接在這個地方加blackmask 遮掉 遮掉 什麼地方要發光 這裡 所以呢 generator 會 凹的地方 會 要做遮掉 所以 這個進來 dirt進來 那 你就可以開始調整 dirt的強度 所以我現在只要敲到的地方 凹下去都會亮 凹下去都會亮 你看顏色改一下 改紅一點 暗紅一點 好 那 現在就是這個地方是會亮的 好 還有這裡只要敲到 也就是說這個垂直的內部 核心是灼熱狀態 的 思考邏輯去做這件事 好 呃 emission一層當然不一定 夠用 好 所以你可以再加 呃 更多的層級去處理 啊對 這個要開 triplane 記得要開 好 然後 欸 看看要不要幫他加個 光澤 對 好加光澤好了 岩漿會有比較帶光澤 好 那 這一層也許我可以讓他再 Label再稍微強一點 然後對比度 弱一點 Label再回來一點點 blur blur edge masking關掉 grunt 的scale 再說一點點 好像這樣 那 直接duplicate 好 直接duplicate的一個這一層 複製複製複製 複製 這裡 直接duplicate 直接duplicate 改顏色 好 然後改 遮罩的範圍 可以 也許顏色還要再改一下 好 那就會變成是 呃 紅色 內部再亮一點 這個紅色可以再亮一些 好 那相關的遮罩的顏色再做一次調配 好 那 那這種效果 其實你要讓他產生暈光質感 就是我們的Display裡面 這個 Glade 這一種就要準備啟動了 就是讓他 咦 這裡面看不到 好就是 呃 bloom的暈光呈現 就要讓他啟動 你在這個畫面上才看得到 好 那遊戲裡面就是這個地方 一樣也是要開 Post Effect去做呈現 所以現在他其實是亮的 當沒有光線的時候就看得出來很明顯 好 那如果能夠再產生暈光特效 應該是說再加點Polygo System進去 好 那我們現在先 垂直大概就先設定到這部分 那 呃 我影片會再錄 簡化板就是直接類似中間這一塊 用拖來拖來拖來做的 包含底下這個地方 好 所以你可以用簡化板去做這個東西 好 交作業 好